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钙瘦的部分 癌病是多种恶性肿瘤的总称 以丈夫组织发生异常真称为其基本特征 是多种恶性肿瘤的一个总称 以丈夫组织发生异常真称为其基本特征 这个临床表现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肿块逐渐的增大 表面高地不平 质地坚硬 伴有疼痛 发热 腊叉 玛丽 一些消瘦等全称动作 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了 我们在大家在学生病理的时候 对这个肿瘤应该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这个地方谈的是一个恶性肿瘤 我们知道肿瘤分为什么 肿瘤分为阳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 这个癌病是中医的名称 那么西医 里面有个名称是癌症 癌症和恶性肿瘤之间是什么关系 大家说明癌症和恶性肿瘤之间是什么关系 癌症就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当中一部分是恶性肿瘤 还是癌症当中一部分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是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所说的癌症是恶性肿瘤当中的一个绝大的部分 我们所说的癌症是指恶性肿瘤当中来源于上皮细胞的部分 从上皮细胞 恶病的部分 称为癌症 还有来源于其他细胞的 其他组织的 我们叫肉瘤 来源于其他的 经验组织的 癌症是恶性肿瘤当中的绝大的部分 但是恶性肿瘤它的范围要比癌症要大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癌病这个概念是指的是中医的一个概念 中医成为癌病 主要的临床表现是肿块逐渐增大 有肿块表面高低不平 肢体肩瘤 发热疼痛 这些症状只能说是主要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古人他见到的肿瘤就是看到是肿块 他就会是癌症 但是从我们讲恶性肿瘤来讲 很多恶性肿瘤它并没有一个实际性的肿块 大家明白 明白 可能有的肿块 比如像胃癌 胃癌当中可以是一个肿块突出来的 也可以是黏着面膜清润的 也可以是溃昂性的 像下面米拉尼 规定癌症都一定有一个实际性的肿块在这里 规定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肿块 它可能也没有肿块 比如说血癌 白血病 它是这个白细胞在血当中 又是白细胞在血当中 它也没有实际性的肿块 所以这个是讲的是一个中医的概念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和一些现实的 残酷的现实 这个提到一个中国的癌症村地图 所谓的癌症村就是一个群发的一个现实 群发的现实 很多地方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癌症村 癌症的发明率非常高 攻克癌症到底有多难 攻克癌症到底有多难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理去攻克癌症 但是癌症的攻克确实非常难 在1970年美国总统黎克松在他上台的时候 他当时就宣布了两项计划 他认为在他在任期间 两项计划 第一 就是载人的登上月球 第二 攻克癌症 他认为在他在任的三年当中就可以完全实现这两项计划 几十年过去 四十年过去 载人登院的计划遭遇实现 攻克癌症就遥遥不及 现在癌症病人比当时他的70年癌症病人要多得多 总的病人越职越多 所以说攻克癌症比登天还难 天已经得上去了 但是癌症目前虽然化了这么多的人力物理 但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我们明天有一句话叫做 肿瘤家乡也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这个大家从你们的生活经验去看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肿瘤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我们看一下 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2008年全世界有1270万的癌症新增患者 就每年全球 每年全球新增加癌症病人 1200万 死亡760万 死亡760万 尤其在发展国家 癌症新增病例达到56% 预计到2020年 2020年 现在是2013年 还有7年 全世界癌症的发病率 将新增每年新增1500万 新增1500万是有什么概念 一个小的国家可能就有1500万的人 对吧 每年新增这么多的病人 新增这么多的病人 所以这个癌症 对于人民的 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危害 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 那么2012年 中国有一个肿瘤登记联报 每年他出一版肿瘤登记联报 公布了一组让人非常正经的数据 就是中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312万里 平均每天8500不适 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到为癌症 每一分钟有6人诊到为癌症 每一天有8500不适 诊到为癌症 大家看看这个数目 非常数目精心 每天有8550人是确诊为癌症 可能有些地方没有确诊的 对吧 没有确诊的 并不是所有地方 医疗条件都这么好 可能还有没有确诊的 已经确诊的 每天有这么多人 新发病例 新发病例 还不包括以往 就是已经发生的病例 已经生存下来的 我治疗生存下来的 就是每年新发的病例 就我们南京二年 乳腺癌的病人 每年新发乳腺癌的病人 4000到5000 所以我们搞总结的 这个总结确实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光是总结病例 光新发的每年 就有300多万人 全部 那么每年有270万 所有人死亡 新发了312万 有270万人 有死亡 就是 他不是说 就是新发的当中 有270万人死 而是说 就是每年 就是包括他新发 可能过了几年 成活几年以后 又死了 也就是说 诊断的癌症病人当中 五位癌症病人 就有3年 要死 那么总结的发病率 中国人一生当中 有22%的概率化癌症 22%的概率化癌症 要么死亡率是13% 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 都是很高 我上面在马来西亚去 讲的课的时候 马来西亚发病率 比中国第一 比中国第一 那么 中国的 现在我们搞的是 这个 这个医疗保险制度 医保 那么医保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钱 他人这段钱 去保障人民的生活健康 但是医保前的一半 主要是中国的两个病 一个是癌症 第二 就是肾脏的肾衰 透析 尿毒针 特性 就是 医保的钱的一半 主要是 就是 社会在这两个病床 这两个病床 所以 我们控制 最好是预防 癌症不要发展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数据 这是中国总统联报 报出来的 发病率随着人群的年龄 逐渐上升 特别是五十岁以上 属于年龄症状 而达不上升 五十岁以上 占全部发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是癌症的发病 五十岁以上 占全部发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八十到八十五岁 发病率也很高 最高 所以从这个数据大家看到什么 就是癌症的发病 很多是在中老年以后才有 但并不是说年轻人没有 但是大多数是在五十岁以上 我们以前说四十岁 现在 在五十岁以上 发病 很多人会提问 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癌症 现在为什么癌症这么多 大家要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 一九四九年之前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四十岁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四十岁 到四十岁基本上人就死了 能活到七十岁 所以我们有一个句话叫做 人生七十古来集 你能活到七十岁 就说你活的时间很长很长 对吧 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大概 平均寿命是七十六十 平均寿命七十六十 所以 按照这个 主流的发病这个年龄来讲 他五十岁才开始高峰 这个时候 四十岁人都死了 还没四十五六都死掉了 这个发病高峰 根本就那个时候 还没来得及生了 还没来得及生了 第二个 现在医疗检查手段的刑警 对吧 这么多的CT 这么多的核资工程 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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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根本就没有 这检查设备 以前也可能 也有肿瘤 但是根本就没有诊断出来 对吧 那个病人死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死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 给大家一个 告示 告示在什么呢 就是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人 出现一些症状 一些症状 比如说咳嗽 卡血 不想吃东西 吹烟梗嘶 打面油血 这些都一定要警惕肿瘤的发生 第二个 肿瘤的死亡率 是和年龄相关的 六十岁以上 所以年龄的症状大幅上升 六十岁以上 悦旦全国死亡病例的 百分之六十四 因为六十岁以上 一个是他体质比较差 另外一个 他也可能合并有其他的那些疾病 对吧 他有的病人死 会病人死于癌症 也可能其他的疾病也会 影响他的生命 好 我们看一下 中国 中国排名前十当的症状 排名前十当的症状 肺癌 胃癌 截止伤癌 肝癌 尸管 乳腺 乙腺 零巴乳 胖胖 甲重腺 这个中国排名前十当的症状 所以 这里 仅仅指的是 2012年 中国总流 中国总流联报里面提出来的 每年都不太一样 每年不太一样 2011年的时候 甲庄县案 没有在这里面 甲庄县案没有在这里面 到2011年的时候 没有在这里面 2012年报里面 甲庄县案已经进入了前十当的症状 说明它的法律力在增加 肺癌 是第一位 肺癌 这么多年一直是第一位 在城市里面肺癌的法律力是第一位 在农村 未来的法律 更多 但是总体来讲 肺癌法律力是第一位 大家看看胃炎接触上来 甲癌 市管癌这些消化石头的状态 现在的消化石头 消化石头 更多一些 我们讲了这么多 最后得出来 癌症是严重的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位疾病 因此 癌病的研究已成为当代 全球的卫生战略的重点 就是癌症的死亡率 癌症的死亡率 以前 死亡率呢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 经常是 互为第一 有一年 比如这一年 癌症死亡第一 第二年 心脑血管病死亡又第一 总是他们排在前两位的 现在呢 死亡率的算法 把心血管病和脑病 分开来算 心血管死亡率和脑病 那么这样 癌症的死亡率 就一直排在第二 排在第二 所以这个 我们以后 不管你从事什么科 都会碰到癌症 都会碰到癌症 不可以有不可的种种 也可以有不可的种种 儿科也有不可的种种 儿科也有不可的种种 每一个科都有种种 所以 大家一定要对癌症 要关心 关心他的各方面的进展 要学好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 严格部分 严格部分 那癌症 它是恶性肿瘤当中的 它也是恶性肿瘤的一个总称 各种恶性肿瘤的一个总称 那么这个瘤 这个瘤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才说有种瘤 在甲骨文当中 就有一个瘤的记载 大家看一下这个瘤是什么写的 并着头 里面一个停留的瘤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流住不去 这样的一种肌瘤 停留在那个地方 流吃不去的 也叫做一个疾病 所以古人这个造字 非常有讲究 非常有讲究 这个病 这个东西留在那个地方 它不去的时候 这样的东西叫做流 好 这个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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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说是西医发明的 在宋代 魏纪宝书里面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癌字 这个癌字 这个请大家在讲一场面画一下 癌字 出自魏纪宝书 你经常会在考试当中 会问大家 癌字出现在哪一本书 是真的 癌字出现在魏纪宝书里面 所以癌字 这个字 在宋代就有这个字 用书 以后才出现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癌字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造字是什么意思呢 三个口 一个瓶 下面一个散 古代这个是个什么字呢 就是一个岩石的岩 岩石的岩 那么这个癌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岩石一样坚硬的这样的一个病 大家明白吗 就像石头一样 非常坚硬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就是癌 它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个肿块非常的坚硬 这样的一个病 就是古人已经观察到这个癌病 它的最主要的车身就是一个肿块 而且这肿块是停留在那里不去的 而且是非常坚硬的 这样的意思 那么在中医的著作里面 对于癌症的病例 就有很多的名称 有很多的名称 甲状腺叫失音 肝癌的叫肝脊 等等 那么周一的古迹 对一些癌病的临床表现 病因病急治疗 愈后 预防 等等都有所记载 都有所记载 上面来看一下 都有所记载 第一个就是树问的预计症状论所说的 大骨不高大肉现象 生风气满 船息不变 内疯 鱼间生热 症状见十月之内死 这个所说的 这些就类似肺癌的一个晚期的临床表现 晚期会出现一种恶病值的情况 晚期会出现一种恶病值的情况 全身机体衰竭的一种情况 愈后就比较差 愈后就比较差 这个清代的外科大臣里面所说的这些记载 所钢制 钢门内外 如竹节锁井 行如海泽 离极厚重 便奉细而待 便 石楼错续此无至宝 所描述的这些 就是相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肠癌 肢肠的癌 肢肠的癌 增加积聚 比如 祝福医院国论所说的 助障受邪 出 未能成积聚 流止不去 来生积聚 关于癌病的治疗 癌病的治疗 也有很多丰富的治疗方法 有内治的方法 也有外治的方法 这个很有名的就是张锦岳的 张锦岳的治疗 他对于癌病治疗的一个论述 论述 他说癌病的治疗不过思法 越攻越消越散 越死者而已 就是认为癌病的治疗 主要是在这四者 工化 消化 散离和服务 在唐内的禁书当中 也有中国用手术治疗癌病的一个最早的记载 村地目有留景十一格基 用手术治疗 按照现代医学的认识 癌症是一种难治性的疾病 是非常难治的疾病 那么癌症的治疗 是需要一个中和性的治疗 癌症的治疗 是一个中和性的治疗 我们常用的癌症的治疗 大概有哪些方法 西医的治疗方法 手术 化疗 放疗 一些免疫治疗 分子拔向治疗 等等 中医药治疗 也是中和治疗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可以贯穿整个治疗的始终 整个治疗的始终 都可以配合中医药治疗 我们可以配合手术的治疗 在手术之前 我们用中医的方法 使病人的体质增强起来做手术 手术以后 通常的方法 手术以后 一个月内 我们需要做化疗 那么病人这个时候 刚做完手术 体质比较弱 体质比较弱 汇合起来比较困难 好 大家知道化疗有很多的副反应 化疗的副反应有哪写 你们知道的大概有哪写 恶心 恶心 恶痛 掉头发 脱发 还有哪 乏力 对 骨髓医治 白脂肪会低 毛脂肪会低 血脂肪会低 也可能会腹泻 就是很多的这些化疗的副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配合中医 配合中医 来减轻自己化了 副反应 增加化了药的疗效 那些放疗 放疗做完以后 别人会觉得很口干 咳嗽 大约干 因为会使一些陷阱的坏死 比如说口腔的造色 口腔的 粘液线 突液线会坏死 会坏死 就是配上 配合中医 咳嗽 圣经 侵略解读的方法 能够很好的改善病人的这些 不适合症状 另外的一些病人 另外的一些病人 就是他发现的时候 已经远离晚期了 他也不能做手术 也不能做放化疗 这个时候的病人 我们可以中药的治疗 中药治疗 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改善他的痛苦 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上面 都是这样在运用的 而且中医治疗肿瘤 不光是在中国 在全世界 很多的国家也已经 在开始运用了 在开始运用了 在2008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卫生部 在经过了五年的调研以后 他就准备把中医 引进马来西亚的政府的医疗体系里面 这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 它其实是英国的医疗体系 一个就是社区的医疗 还有一个就是专废医院 专废医院 专废医院完全是免费的 就是把中医引进政府医院 就是完全的承认是中医 而且把这个中医 纳入它政府的一个医疗体制 那么给病人开命 吃药完全是免费的 完全是免费的 就是我们中医在很多国家里面 是作为一种普通医学 在国外 它没有被政府这样承认 所以马来西亚 他08年的时候 他就准备把中医引进政府医院 他当时只订了两个病 到目前为止也是两个科 一个是针灸科进入政府医院 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组疗 就订了这两个科 进入政府医院 使外病人是在马来西亚的 民众是可以免费享受 这样两种治疗的 一个是针灸 一个是中医组的 在08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只承认了北京 上海南京 三所医院的一个资质 三所高校的资质 三所高校的资质 那么他就希望 这三所高校 三所大学 派成留专家去马来西亚 进入三所皇家的医院 他政府的医院 南京就是我去的 南京就是我去的 所以我08年就去了马来西亚的 南南医院 他们有很多青山的同学在这里 就是我们进入中原来所政府医院 在那里真的坐了一天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京中央大学历史上 第一个 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出去进入政府医院 进入政府医院 已经是在很多国家都大家都非常认可 我上个月也去马来西亚 他们也去听了课 卫生部让我在办中心总部的一个培训班 这次办了一个高级班 效果非常好 卫生部还希望我在马来西亚十三个周 每个周拜一次 现在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他每周 每一个周拜一次 一个月出去一次 每次假批一个礼拜的话 这一年就基本上带在外面了 没那么多时间 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中央总流这块 全世界都是大家都是在看好的 因为治疗 总流现在也去了很有效的方法 大家也希望从计划已经有效的当中 能够体验出一些更有效的方法出来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讨论范围 讨论范围 那么我们这本书里面 我们这本书里面 教科书里面 讨论的主要是 脑瘤 肺癌 大肠癌 肾癌 肾癌和膀胱癌 只谈到了这样几个例 另外肝癌 食道癌 胃癌 甲状腺癌 它就分在其他的章节里面去讨论 其他章节里面去讨论 食道癌放在液盒里面 肝癌放在这个积聚 积聚里面 胃癌在胃痛里面 甲状腺癌在阴度里面去讨论 所以这个教科书里面 主要谈的就是脑瘤 肺癌 大肠癌 肾癌和膀胱癌 好 我们下面先看一下病因病激 病因病激 癌病是发生于五脏六腑四肢百态的一种恶性疾病 都是由于症气内需 感受协毒和情质呼吁 饮食损伤或者有救济的因素 使脑瘤功能失调 汽水经验的运滑市场 产生了气质 痰灼 尸毒 热毒 血淤等等病例变化 并且在脑瘤组织中所产生的恶性疾病 那么下面我们分开来说 第一个就是谈病因 病因当中第一个六婴协毒 外感六婴之血主要指的是 中学所说的外感六婴是什么 风 含 祖师 造火 鬼门六婴之血 我们这个广义的六婴协毒还包括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工业的废弃 失眠 维胶油 放射性物质 等邪毒之气的入侵 我们现在经常说环境污染 大家看看这么多的汽车在路上台 这肯定都是一些污染源 对吧 外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看一下这个图 六婴 或者其他的邪毒 包括风液的这些废弃 还有各种放射性物质的一些 我们现在各种 电子的东西到处是什么 我们今天手上都要背着这些电子的东西 这些也是一些 不良那些刺激的东西 也可以称为邪毒吧 导致了 脏腐气血硬阳的失调 出现了气质 血域弹着热度 出现了气质 是血域弹着热度 停留体位 形成了一个总块 这是第一个原因 六婴协毒 第二个和气情有关系 情质 相关 情质不遂 气疾欲结 就这导致气氏血域 或者气不不经以后 静不为谈 血域弹着弧结 关于情质导致癌症的 研究非常多 非常多 特别是几年前 几年前 对于情质引起癌症的研究 非常热闻 非常热闻 那两三年前一直认为 一直认为就是 癌症的发生 在其发生的前两年 肯定会有一次重大的情质刺激 伤害了以后会导致癌症 但是这几年对这个结论 又做了一些否定 认为还是吸烟啊 等那些不良的 刺激更相关 又把情质这个呢 这两年又淡化了 又淡化了 但是前几年这个 这种讨论非常的热闻 但是总体来说 情质的因素 和总流的发生 可能是相关的 相关的 但是保持抑郁的状态 保持抑郁的状态 保持抑郁的状态 太操心啊 太操心太烦恼啊 和这个会有关系啊 会有关系 我现在临床上 见到很多的 乳心癌的病人 乳心癌的病人 教师 特别是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是最烦的 烦那些小孩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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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等 他们操心的更多啊 所以跟这个情质上面 是有相关的 好 大家看一下 气质不睡 导致气肌欲结 以及气色血愈 经历为大 出现成一个总块吧 就是气质不睡 会出现 总块的这样一个病理激者 导致气肌欲结 气色血愈经历为大 啊 第三个 顶时事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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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烟酒啊 烟 希望大家戒烟啊 希望大家戒烟啊 就是吸烟 对于种族的发生 目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有影 非常明确的一个有影 他有一些辛辣 制品啊 煎烤制品 烧烤制品啊 都会损伤疲 一个是饮食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习惯的咋 饮食习惯方面啊 我们喜欢吃的快 喜欢吃的很烫啊 特别是中国人啊 特别喜欢吃 吃的很烫啊 喜欢吃很很热的东西啊 喜欢吃很热的东西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还非常热情的情人啊 趁热吃的 其实这个吃的非常烫啊 吃的非常热 吃的非常快 对于我们食道练膜的损伤 是非常严重的 这么严重的 我在马来西亚 带了这么一年时间 在马来西亚 一个食道也没有见 我走的时候 何卫生族的人 探讨过这件事情啊 马来人吃饭啊 就是马来民族 他们的吃饭 他们吃饭是用手抓的 他们那个饭做好 他们手抓 然后把菜 在教练肚子里面 然后是这样抓了 拌了以后 那马来西亚的习惯就是这样 习惯就是这样 所以他马来人吃东西 他那个东西 不是很烫 不会是很烫啊 你不可能吃火锅 你省省在火锅里面 对不对 我们这边这么喜欢吃火锅 对吧 都喜欢吃很烫的东西啊 那个菜很烫 你手伸不下去啊 对吧 我刚去马来的时候 我在那个黄家医院里面 吃了马来人的食堂 我就很不习惯 为什么 因为菜大部分是冷的 或者是温的 它不热吗 我们吃的就不是温的吧 但是他那个 有他一定的道理 有他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吃热的东西 这么烫的东西 我们的面膜会什么 会省伤 一吃这么热的东西 我们面膜会损伤吧 会烫伤 损伤了以后怎么样 我们体内会修复 对吧 就把它补起来 然后呢 再损伤 再修复 就这么不停的折腾 总是损伤修复 损伤修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基因的变化 就会突变 就像你这个东西破了以后 你补一个东西 总一会原来不一样了 你再补到最后 就已经原来 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对吧 但那个基因就会突变 所以我们吃东西不能太快 不能太快 最佳的是吧 每口饭 你要咀嚼二十五下以上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做 做到你咬二十五下 在腌下去呢 一咬两半就沾下去了 对吧 吃了不能太快 不要太烫 不要吃太热的东西 热茶 冰冰肥到肥 这么滚烫 烫的就会舒服 其实烫的什么 练功全部都受伤了 所以一些饮食习惯 有关系的 还有这些辛辣 辛辣的东西 烧烤的东西 烧烤的东西 这些都是不好的 还有一些没变的东西 没变的东西 江苏启东 江苏的启东 就是干的高高区 他们 一些没变的东西 喜欢吃的 一些没变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喜欢吃什么 烟菜 咸鱼 烟制品 吃的太多 也是不好的 也是不好的 那么丝毫烟酒 烟菜 吸烈的肩脏 可以损伤食味 等于气色水平均 好 第四个 素油救济 素油救济 就是本身身体脆弱 身体本身脆弱的情况下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 就加重了气 才吃 水 水等的预解 预解 出前来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請下课休息一下 所有人的筒